大家好啊 这个刘磊啊 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了 他说的这些东西都特别的真实啊 还是要有枪啊 这个有枪之后 政府的作恶 也会掂量掂量 对吧 不像在某些国家 随便欺负老百姓 拆老百姓的房 打老百姓的人 对不对 这个在美国啊 你抢劫的时候 他得掂量掂量 因为你们家的地址注册方面 有枪 他就不敢轻易的来 对我记得前些年 前五六年吧 有几个黑人吧 三个好像进入了一个福州人 在美国开买卖的进他家里了 结果那大姐 也是一个中年妇女吧 三四十岁 家里没有男的 他拿着枪手枪 就直接跟他们对干 给那仨黑人啊 吓得屁滚尿流 好像一个当场被他打死 还打伤了一个 是吧 这多牛啊 是吧 这个巾帼不让须眉啊 对不对 还有前两天 就前两天为了铲血 两个美国家庭 有一家是两口子 fuck fuck 骂那邻居 那邻居回家拿出枪来 先拿出一把手枪 给这俩干翻 然后回家又换了长枪 直接给两人打死了 反正有的时候吧 有枪解决问题也简单 是吧 反正 你骂我 我可能打死你 对吧 还有我之前看过的那个 呃 在一个加油站 一个白人小伙子 双方都是白人 因为抢一个停车位吧 推了一个中年妇女一把 是一个中年妇女 还是一老太太 结果那女的啪 就倒地下了 没没两秒钟掏出枪来了 一把小手枪 照着那小伙子胸口就给了一枪 那小伙子躺地下了 然后这女的马上拨电话 警察来了报警 来了之后 小伙子死了 对吧 然后有监控摄像头 是吧 事情经过一说 警察说了 这位女士您可以走了 您什么事没有 您正当防卫 这个叫承保法 是吧 好像叫承保法 也叫不退让法 对吧 你欺负我 我就弄死你活该 谁让你对我抱有恶意呢 对吧 你不像中国什么防卫过当 什么叫防卫过当 就没这词 对吧 你先欺负的我 我弄死你都活该 真的 我特别认同这观点 对吧 就不能给恶人留下空间 对吧 几乎他就不去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网站上有数据报道说 拥有枪支的家庭 注册枪支的家庭 被 抢劫的几率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反而 家里没有人持枪支 家里没有注册枪支的 反而呢 这个被抢劫的几率是很大的 那就是说 枪在美国普通民众和政府眼里 都不是一个 问题 问题 问题是美国人认为 使用枪支的那些 犯罪分子 才是 罪亏祸首 应该处罚 犯罪分子 而不是处罚 拥枪的人 也就是 不应该去把枪支控制了 德州 做得更极端 德州说 你可以把枪 漏在屁股外面 带着 漏在屁股外面 加州不允许 全美国都不允许 使用公共设施的时候 携带枪支 因为大家看过 前一八年的时候 抓着一个恐怖分子 他带着三把枪 被我看到了以后 在地铁上以后 我把他给抓了 让警察把他给带起来了 那个家伙就是在 去看烟火的地方 准备实施犯罪 准备开枪 打恐怖分子 打这个普通老百姓 被我给抓了 那个事情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 他不应该带着枪 坐车 但是因为 做这个公交系统 美国没有检查 所以说 他就轻易地去带了 好在 感谢上帝 被我发现了 避免了一次 大规模的流血牺牲 那么 我再讲一点点 就是 老百姓 对于枪制怎么看呢 普通的老百姓 一开始来了以后 认为枪好玩 就比如说我们 刚从国外来了以后 认为枪好玩 但是呢 会认为枪很恐怖 还有这个枪 枪整完以后就是 人命啊 但在美国呢 枪是一个解压的一个方式 普通老百姓 美国15岁以上的小孩子 都可以拥有枪制 可以购买枪了 到了18岁 你都可以拥有 这个长枪 可以拥有两支枪 都没问题 到了21岁 你可以购买手枪 短枪 你可以购买手枪 在美国 这个每一个城市 都有 打把场 每一个人 带着枪 扛着一箱子子弹 就去到打把桥 打枪 那打枪是什么呢 减压 娱乐 一种爱好 枪和美国普通老百姓 是有分不开的关系 那么打这种 打这种盘子 飞盘 大家听说打飞盘没有 普通老百姓打飞盘 那么以前呢 以前呢是 有一个这个人呢 拿着就是真正的盘子 蹲在地上 这个打枪的人 就是扔 一说扔的时候呢 那个蹲在地上 那个人拿起来 就这种吃饭的盘子 就扔到天上去了 那么 玩枪的人呢 用这个猎枪 就是散弹枪 开枪打碎 来证明呢 你可以打移动的吧 现在呢 有机器打那种塑料 你这么一喊 那个机器啊 就自动扔出来 一个盘子 或者两个盘子 或者三个盘子 你就开枪 啪啪啪 啪啪啪 就是说 在美国猎枪也好 步枪也好 手枪也好 都是人民休闲 娱乐的工具 在美国 枪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枪是一种 天赋人权的一部分 枪 在美国 它是普通老百姓的 保护者 普通老百姓 用枪 它认为安全 而并不是说 它提到枪以后 像其他国家的人 听说枪以后 都吓得不得了 说你要在美国提 控枪 基本上就是精神失常 有问题 那么 不能控枪 美国是不是说 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呢 No 美国的枪支管理 是很严格的 枪支管理是很严格的 举个例子 账户里边的钱 低于一千块钱 不能卖枪给你 也就是 也就是 你用一千块钱 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用枪了 有一千块钱 谁也不抢银行了 美国有一千块钱 不抢银行了 对 有一千 美国是一个消费性的国家 那么 他能手里存一千块钱 说明这个家伙的 收入挺高的 好多人 你给我了解了 说美国人很穷 他 账户里边都没有超过一千块钱 错了 美国老百姓赚三万 他就花三万 赚六万 他花六万 他不会说 我赚三万 我花五千 另外两万 我存起来 美国普通老百姓 没有储蓄的意识 他们说 需要大宗贷款 大宗花费的时候 他们会买 他们会去到银行去借钱 慢慢的就 慢慢的去还钱 那么 你有一千块钱 基本上呢 你就是 经济呢 是独立的 你不会持枪抢银行 另外一个呢 精神病人 不能拥有枪支 你说我有精神病 我去 这个 去看过 心理 这个医生 或者是我 这个 看过 吃 吃处方的药 只要有这个 你去买枪的时候 背景调查是不能通过的 那么 除非你去到法官那里 申请一个 你说我都好了 医生给我一个 完全没问题了 那么你拿到医生的 这个证明 你到 法官那里 申请一个解除令 你才可以购买枪支 喝醉过酒的人 被法院 判 戒酒的 不准 又有枪支 为啥呢 你喝醉过酒 说明你自控 能力不行 那你要拥有了枪以后呢 你会 到事 所以说呢 喝醉酒 也是不能拥有枪支的 好 今天呢 就给大家聊这些 嗯 还是那句话 枪不杀人 人杀人 没有枪 你可以用砖头 请问 砖头 你能控制得住吗 好 谢谢各位 愿上帝 祝福大家 说的好 说的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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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